民国初年 军阀割据混战不休 百姓罢毙 民不聊生 偏安南方异余的军阀李重年 与南方最大的军阀一纪培 连年开战 导致生灵涂炭 北方军阀慕容辰 以调庭为名 派其子慕容峰 大举进兵一纪培赴地 知山别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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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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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慕如六地提火守山 长者 范衍生 怎么样 人都到齐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趟列车从府远出发 径庭极善 慕容军的谈判密室 就在那里上车 此次和谈 只不过是拖延时间 胜负还无五分呢 如果谈成了 也不必须争一成一迟 若谈不成 则寸土必争 是 你们听着 如果和谈失败 我摔杯尾昊 你们立刻 把慕容的密室给我干掉 是 我要争取时间 去调姜敬义的兵 这样 才能逼迫慕容家 改变禁兵的方向 只要不断兵相戒 此局可破 三少奶奶 您不能进去 谁敢拦我 报告 车辆要晚点五分钟 谁说的 是我 你来干什么 我要去救兰坡 福气异常 我不能跟他共同生 我就跟他同父死 胡闹 现在芝山被围 前方战士瞬息万变 你现在去芝山 你是不想活了吧 来人哪 是 把三少奶奶 带回大帅府去 是 谁敢 现在一路上都在打仗 芝山围得像铁筒似的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三少奶奶怕是还没有上山 就已经命丧皇权了 范先生是国士 江左的军务 连我公公都听您的 可是范先生 我去找兰坡 是我们夫妻的家事 范先生 我求您 我求您 您让我过去 范先生 把三少奶奶 带到后面包厢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是 三少奶奶 请吧 请 进来 你是 慕容家的密使 正是 坐 范先生 已经到方家殿了 范先生 范先生 有刺客 船车警戒 你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好 不能进 发生什么事了吗 范先生死了 死了 别想那么多了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回府园 不行 我要上至山 打倒军防 援队内阁 援队内阁 消除凶手 决战血长 打倒军防 援队内阁 交除凶手 决战血长 打倒军防 援队内阁 消除凶手 决战血长 打倒军防 勇俩 再一次 勇俩 勇俩 玉琳 璋璀儿 你没事吧 我听你在电话里声音好憔悴 急死我了 我没事 玉琳 我有件事 想找你帮忙 说什么呢 在我这儿 任何事情我都会答应你 说吧 要我做什么 送我上至山 芝山 你可想好了 上山容易下山难 你真打算 为了一连开 把自己给折进去 折进去 大不了就是一个死 总比在那神寨大院里 苦苦等一辈子强吧 我不管 你怎么能拿我这个朋友 当摆设 让我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呢 好 你要去 我陪你去 走 想见你一次真的是好难 我都以为是不是 一连开那个家伙 把你困在家里 那你还真是误会他了 玉琳 你也不是不记得 当年父亲突然失事 母亲一病不起 凭着最后一口力气 要把我嫁到易家 为了就是能够 借助易家的势力 让父亲东山再起 萨儿 你一定要这样 苛待你自己吗 难道就因为那个人的 不辞而别 你就放弃了自己的一生吗 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 现在啊 我看中的不是命 能换回一些利益 就换回一些 也不算我白活这一回 占地危险 知山戒严 来往人等一律不得通行 那要看是谁吧 上面有令 没有通牒 一律不能通行 一家与慕容家 乃通家之好 今日三少奶奶 担心三少爷 要上山探望 是你们能拦得住的吗 还不快去禀告你们家慕容少帅 没想到三嫂会上山 为何会如此说呢 三哥婚礼时我也去了 那天三嫂泪眼素素的 大家都说三嫂可怜 我对大家说 这是枯架之俗 可周围的宾客都说 这钦是三哥抢来的 我哭了吗 哭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当天 我也被几个江左老谋 围着灌酒 差点也哭了 可是轮到新人静酒时 我看到三嫂 偷偷为我换成了水 一个身不由己的新娘 还能分心回户一个孩子 故此 我一直记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吧 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两年前 不胜久力的男孩子 如今已是执掌生死的 可大帅了 这两年里 我从不情不愿 变成生死相依 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三嫂可知道 我这桌上的羊 是怎么来的 三哥和三嫂同心 见佩玲年幼 也不忘给予回户之心 昨天我正觉得这军云里 有点倾苦 三哥就派人 从山上点了一只火羊 哄下山来 兰婆从来做事都荒唐 让少帅见笑了 三嫂错了 别人以为 三哥这火羊即使得荒唐 可我心里明白 这是三哥 费尽心思 来给我改善伙食呢 那就请少帅 看在这只羊的面子上 放我上山吧 你拦得了我的车 我还有腿 你把我囚禁在这里 我也会想办法逃出去 除非你杀了我 要不然 就别阻碍我的路 三少爷 三少爷 这个球打得不错呀 一杆就上国领了 对于玩儿来说 有我不擅长的吗 你还有心思在这玩儿路 怎么了 范先生遇刺了 你这刚一上山 就来给我报丧啊 打我记事起 范先生已经死过 不下五回了 拿这消息来骗我 真无聊 我说的是真的 真够奇怪的呀 我们想下山 慕容风不让 三少奶奶 你怎么能上山啊 就是慕容风 放我上来的 还让我传话 谢三哥赠阳 我给他赶下去一批阳 他送了我一批酒 这是等价交换 没什么好谢的 这刀都架在脖子上了 你还想着等价交换的事 这天下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本以为送走了敏小姐 会来一个和敏小姐一样的 红颜知己 没想到 却来了一个不识风趣的 正派夫人 兰婆 跟我回去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有话跟我说 我以为你这辈子 再也不会理我了 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去说 此事不宜公开 好啊 那就把这话烂在你肚子里 杨市长 咱们继续打球 易亮凯 范先生是带来救你的路上被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棒 父亲 来了 范之恒一子 外面的人趁机捡些便宜倒也罢了 关键是 把底下这些人看清楚 打倒眼前的敌人 背后的敌人自然就会消失 是 范之恒一生为我筹谋 他把他的才智 报复 情意 通通都交到我手上 不惜性命 为我不下如此大局 我一级赔 如果不能实现 他京市济民的报复 来日有何面目去见他 父亲皆爱 正所谓侍卫之记者死 父亲刚才一细话 范先生如果地下有知 也一定能含笑九泉了 看你这样子 倒比老三更像范之恒的弟子 知山围了那么久 范先生又逢此大难 不知父亲 对三弟这事 您如何打算 不好好守在昌夜 整天在山上荒唐 围都围了 看他的造化吧 咱们就不管他了 要是慕容家真的撕破了脸 用一个孩子 换来半壁江山的生意 咱们一家也值了 你说 要是家里着火 第一个跑出去的人 会是谁呢 战药 战药 戒指挥布 我是易连绅 少帅 午后高地都快打平了 李重年战着有力地形 实在是攻不下呀 少帅 咱们撤吧 连掌打没了排掌上 排掌打没了班掌上 高地攻不下来 谁都别回来 我们可以从侧面迂回过去 这是个办法 少帅你看 报告 三号高地攻下来了 这里 少帅 二营攻下了四号高地 少帅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请便少帅 范先生在火车上遇刺了 我要亲自带兵去执山 少帅 您不能去 不能去 所有人集合 您不能去 少帅 出发 少帅 快上车 快 快 快 大公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坐得住 舅舅 瞧您这话说的 难不成 我还能站起来 据我所知 高都军的儿子也在山上 人家都能坐得住 您为何坐不住啊 临职也在山上 我当然急了 范先生此去是秘密谈判 消息没有对外公布 从杀手来去自如的情况看 必是对范先生的情况 了如指掌 难道是慕容家下了手 仰若如此 那慕容家岂不是撕破了脸面 我看到不一定 慕容家这几年 附庸风雅 办事讲究 若真是他们干的话 岂不是落人口实啊 有没有说 范先生是哪里中的枪 这个还不知道 现在 成军占领了方家殿 范先生的尸体 也被他们扣住了 范先生一死 慕容家又围了枝山 二少爷跟李重年 打得不可开交 这天蒙会 还准备在背后插咱们一刀 这乱局可怎么解 如今这个局 就像我手中的毛线球 找不到头 只会绕来绕去 若是把它抖落开 变成一条线 那么 不管多长 它都有个头尾 范先生遇难 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此时若乱了阵脚 只怕是 让别人看了我们的笑话 为今之计 只有把各方事务 都安排巨细 才不会让人 减了便宜去 谁摆的菜 谁摆的菜 这些菜不合您口味 你没觉得 今天桌上少个人吗 是 我写下了 父亲 据当地情报人员汇报 西北江双喜 最近没有动作 急需 李重年动向不明 有人说他最近 只身前往慕容甲军中 燕云 好像已经知道 范先生遇刺的事情了 谁遇刺的消息 谁遇刺的消息 不是我们的人 是范先生的门声 只包不住火 早晚燕云会知道的 秦后生一直在家 没有动作 他能怎么样 对了 父亲 三弟妹 应该已经上了枝山 别担心了 我好得很 我看出来了 这慕容丰 就是想趁一趁一连凯 这仗啊 估计一时半会儿 也打不起来 您就放心吧 您说什么 救谁 救表哥 韩剑驰 喂 喂 怎么回事 好像是山下打起来了 这么说是有人来救了 会不会是叶二公子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想来想去 不过想来想去 能搬动抚远军来救的 应该就只有二哥了 太好了 那说明我们大家都要得救了 玉林 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早了 慕容丰要是真与二哥打起来 他第一时间会做什么 自然就是攻打至山啊 把我们都挟持了去做人质 然后再去找二哥和谈 那我们 那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只能等 我们能不能活着 就要看是慕容先攻上来 还是二哥先打赢他了 三二 别担心 这次算是凶险 若是我们都能死在一处 倒也没有遗憾 若是知山知围得解 你要答应帮我救一个人 他 是我远房表哥 最近刚刚从外洋留学回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被卷入学生运动当中 被当作是天文会给抓了 现在 关在高佩德高都军的牢房里 你能不能 帮我把人弄出来 我 原来你早就知道 范先生死来的消息 可是为什么 又在山上撞傻 这山上有多少只眼睛盯着我呢 那个姚市长 就是李重年的部下 你这么大张旗鼓地上山来找我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江左的文胆死了吗 我看你是脑子有病吧 我 我只是一时情急 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 范先生原本是跟我一起上山的 他要是不把护卫分给我 说不定他就不会死 他就会把护卫分给你 刺客能在那个地方动手 就算有再多的护卫也无济于事 我倒是很感谢我师父 把护卫分给你 这样 你才可以免遭 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这该记紧脑子的东西 你倒是没记住 不该记得你倒记得很清楚 就算要记仇的话 你也应该记在点子上吧 说吧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 就是想找到你 找着找着 误打误撞就找到这儿来了 你听 外面这炮声越来越近了 好了 放开我 你要是把脸转过来 我就放开你 你找我来干什么 试试我的命 试试 那就试试 跟我来 命部队兵分三路 横过永江之后 依次从东 南 北面 攻上之山 先头部队 到达山上别墅之后 哪家大宅需要优先解贷 那当然 是我义三哥了 三哥这人爱投工 若凡事不拔得头筹 他得发一大通少爷脾气 我若不用上一个连的士兵 请他下山 他反倒以为 我慕容风不把他放在眼里呢 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过师父跟我说过 他在大帅府 给我留了一样东西 但凡他有什么不测的话 就让我打开他 原来师父给我选了一条夺权之路 原来师父给我选了一条夺权之路 害怕了 我只是后悔 零行前 没有留下一句半字给父亲 你真是 每当我闻起这个气味 都会让我心安 小时候 我每次闻到我娘身上的香水味 都会觉得畏惧 因为她总是逼我背功课 如果我要背不下来 手心就会挨打 我娘倒是不会打我 只要她在我身边 我就从来都不会害怕 如果我说 我们不会死在枝山上 那就要看造化了 你的命 早就在我手里了 是生是死 都由我输了算 只要在我手里 你就得听我的 送你来 我说 三夫人 高公子还有闲情易志在这儿打火柴 想必是全无畏惧 置生死于都外了吧 谢谢 高某惭愧 我害怕死亡 所以才在这里搭着火柴 好让内心能平静下来 忘记外面的危险 高公子真有耐心 高公子真有耐心 哪里哪里 我跟三少爷比呢 就是纸上谈兵罢了 他才是真正的 有勇有魔的大智慧 树干两米范围之内的杂草 跟矮丛都清理好了吗 都清理干净了 只留了一百二十八棵鬼话书 这些岂又够不够 绝对够 不过三少爷 咱们如果把树全点了 成军是赏不来 可咱们也下不去啊 岂不是陪葬 今天老天助我 山上的风是往下吹的 这片火海 就是留给慕容风的 让你们通知报社的记者 通知了吗 您放心 我们已经通知了所有报社 漂亮 放火 是 这下全之山的人都会被你给害死的 现在成军压境 攻上枝山的路就那么一条 可那条路让我给烧了 他们自然就无法攻上枝山 是我救了你们每个人的性命 就怕烧山 成军还未必放弃呢 如果他们攻上枝山的话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呗 今天怎么这样啊 我们怎么办呢 到现在你还说这种话 我告诉你 我是陪三二上来的 可我没有打算陪你死在这 不过看现在的形势 没得成军攻上来 我们大家都被你给烧死了 邓小姐提示的很对啊 兰坡倒是忘了这一点 不如这样吧 大家一起死在枝山如何呀 少帅 照目前这个伙食来看 他这次 真的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啊 这个一连开 怎么会成到这个地步 如果我们强攻到山上 说不定山上的人 已经被山火烧死了 若山上的人的安危 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如何担此罪名 报仇 少帅 我们发现好几家 报社的人在拍照 少帅 少帅 少帅是要强攻之山了吗 成军已调停而来 强攻之山是什么原因啊 成军突然火攻之山 是谈判破例的信号吗 是要武力夺取江左五省吗 都要少帅解释一下吧 少帅 少帅 各位记者朋友们 可能是误会了 我们成军的确是为了调停而来 山中起火可能是 因为山中防火不当 我们成军也在积极协助灭火 而且在山上住的 的确是一些民众百姓 我们保护民众也是在职之中 此处危险 还是请记者朋友们 尽快撤离吧 少帅 少帅 都不急救了 记者朋友们 请回吧 请回吧 记者朋友们 记者朋友们 少帅 现在我们站进了上风 主要义工刷山 古有邪天子已令诸侯 这山中 的确是各方势力的人都有 义三哥这是拿 义山的人命来要挟我成军 也罢 既然义三哥早有筹谋 那我也不想冒天下之大捕围 成为千古罪人 传我命令 退回 永江对岸 是 慕容风啊慕容风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夹着尾巴 逃出去的 快走 少帅 老宋 从今往后 你就不再是我的人了 老三的安全靠你了 少帅请放心 我一定保证三少爷的周全 少帅 多保重 我先走了 少帅 高渡君 里面请 请 高渡君 坐 好 身下的成君动向如何 金尘接到探子汇报 成君已经渡河过了永江 返回了成州 那知山呢 知山之为已己 山上的达官显贵们 也陆续下山了 这次还真得感谢二少爷解围啊 才让我那个不争气的孩子 高渡君严重了 这慕容家欺负到我们一家头上 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 既然慕容家已经退兵了 那接下来 二公子准备如何行事啊 这一次啊 咱们让李重年吃了大亏 以他的性格 绝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 依我看 将来咱们跟李重年之间 必定还会有一战 倘若再战 就一定要打出个三十年的太平来 至于成军方面嘛 我倒觉得不足为虑 他们就是想趁乱捞点油水 倒是高都军你呀 亲眼看见儿子被困知山数日 可依然可以坐镇昌夜 不举一兵一组 真可谓是军人中的榜样啊 少帅过奖了 没有接到大帅的命令 我自然是不能擅自调兵前将 以免耽误大事 特不偿失啊 你呀 还是那么谨慎 对了 少帅 是不是派几个人手上山 把三公司给接回来呀 不用了 既然 知山之位已解 剩下的事情 老三自己安排吧 这杯酒 我带枝山所有人敬你 敬我干嘛 你应该敬的 是慕容六帝才对呀 你有你自己的能耐 以奇招退敌 可为什么要在万人面前装傻 傻人有傻福嘛 再说了 我干嘛要逞能救人 你别多想 我就是贪生怕死 怕死在慕容六帝的手里 所以就胡乱放火 救了个人 你这么不愿意 跟我同年 同月 同日死啊 那倒不是 能跟你一起死 我还是心甘情愿的 音乐 外人都觉得 你是个顽固子弟 但其实 你把自己的才能 都藏着 掖着 何必呢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 做一个顽固子弟 再译下 大哥能闻 二哥能武 我印家三少能赌 我 你管我这么多干嘛 好 我不管你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说 帮我救个人 谁 玉林的表哥 子人姓潘 叫潘剑池